港大民營在11月1日至6日做了這個調查 很簡略跟大家講一講 這份調查的結果 我們只是問三條問題 第一條就是你同不同意 很廣泛地問 你同不同意在港島和大嶼山之間 以人工島填海的方式 是得到一千公頃七百公頃的土地 同意的就有三成九 反對的就有四成九 相差是十個百分比 而我們問題二 就問香港現有的棕地大概是一千三公頃 你同不同意我們發展了這些棕地 先去填海做人工島 結果有贊成的是七成 反對的是一成七的 第三條問題就是你贊不贊成 將粉嶺高爾夫球場 將粉嶺高爾夫球場 全部或是部份發展 叫來建屋 才再搞我們的填海人工島 贊成都是接近七成的 是六十八個百分比 而反對的是二十一個百分比 我們只是三條問題 你說你們有什麼解讀呢 我們各自解讀 民主派會議有四個組合 大家看到我們問的三條問題 是沒有提到錢的 因為錢是你說不到實質的數字 五千億到超過一萬億 而這一類問題 是不放財政的元素下去 是盡量想把問題變成沒有餡 沒有引導性 是沒有餡 但我自己看到 現在這樣的結果出來 很明顯等於一個家庭 沒有錢 負債 資不抵債 怎麼辦呢 有人發現家裡還有很多家存之寶 有些家裝 可以投資可以變賣 但是家裡的頭 是堅持要出去借錢 他這個借貸不單止是一般的借錢 還是找高利貸 又說是長遠的投資 就是去借錢買樓 然後我們有賺 就可以不用窮了 這個是看到整個走勢 香港人一般是感覺 政府你堅持要填海來做人工島 事實是本末倒置的 好 謝謝毛衣 有幾個要點 我想政府一定要回應 政府口聲聲說 很多市民是同意填海 但是這次廣大能言說得很清楚 就算沒有提到那些數字 不好意思 就算沒有提到天文數字也好 沒有提到幾千也好 一萬億也好 其實只有39%的市民 來同意填海計劃 雖然這個政府不是民選的 他也不需要跟每一個香港人交代 但是如果一個這麼龐大的計劃 連這個詳細一點的資料都沒有 股價又沒有 還有只有39%的市民 在不太清楚的情況下支持 其實這是一個極危險的動作 這是第一 第二 在早前 其實我們也做了一個民調 就是公民黨 其實那些數字是一致的 就是說有69% 無論是港大和公民黨的調查 都是同意要用了其他的土地的來源 包括是哥爾夫球場 這次我們問了是棕地 在其他的會問 譬如是閒置官地 就是說很清楚 大部分的市民 接近七成的市民 認為是應該政府先去用一些其他在手上的土地 然後才可以去考慮這個龐大的費用 建成的人工島 最後一樣我想說 我們也有問過一些市民 認為誰是最合適的方法 在以往的調查 是得最低最低的人 是同意用東大義填害的 我們看到這個調查 其實就看到社會是兩極化的 但是雖然是兩極化 有人反對有人支持 但是看回現在這個時機裡 是有這一個的兩極 但是都是反對填海 多於贊成的 我們怎樣解讀呢 我們說這個時機 是說樓市是歷史瘋狂的位置 我們說市民的置業夢 是水深火熱 連結婚買樓的計劃都要受阻 我們也說當政府鋪天蓋地 是宣傳人工島 上至主流媒體電視 下至到網絡上鋪天蓋地的宣傳底下 我們也看到 在這個調查裡 有沒有提到金錢的價值 都只有這麼少市民支持你 去做人工島的計劃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個階段 提出了人工島計劃 其實民意是反彈的 政府的計劃是失敗的 第一步已經失敗了 是不是在這個更加適合的時候 應該尊重主流民意 這是一個科學的調查 有四成九的人 多數的人都是反對的時候 是不是很好的下台街給政府 去到土工組 本身的程序和結論出來 讓市民真的有得選擇的時候 我們再去討論填海 如果現在政府強行拿來財委會 真正在財委會審議的時候 就算人多客人少 在一個扭曲的議會中通過了 這是不是民意呢 我呼籲政府就收回成命 不要拿香港未來幾十年的前途 以及我們的公眾儲備去賭一局 這一局是香港市民賭不起 輸的是香港人未來幾十年的命運 謝謝趙世仁 看到這個民調都很清楚顯示 其實香港市民是很想用了一些 一千三百公頃的棕地 其實不單止這個調查 很多其他的專業團體的調查 都顯示一千三百公頃的棕地 是必須先庸的 有個說法就是 先中後綠後藍 藍就是海洋 六就是這些郊野的編除土地 我亦都很盼望 土地供應小組 可以在很快的未來 兩三個月之內 給到它那個最終極的報告 給市民參考 我都期望也都盼望非常肯定 其實我們現在這一份調查 和土地供應小組的最後的報告 可能都會不謀而合 如果真的不謀而合的時候 政府是否真的需要認真地想一想 究竟是否需要再重新思考 究竟怎樣去增加土地供應呢 很多官員曾經跟我說過 棕地就是一塊一塊 和業權都非常分散 但是雖然是難 難不是一個不做的藉口 簡直不是藉口 你無論如何都要跟市民說 一千三百公頃的棕地裡面 究竟我們現在可以用到多少 有多少根本很零星很散的 做不到的 這些是必須向市民交代的 另外關於財務安排方面 當然我的業界很關心財務安排 但是當然現在我們所說的財務安排 有些人說政府三四千億就得 當然最盡的數是一萬五千億 現在不是一萬億 最盡的數是一萬五千億 各有各說 但是我們怎樣去看這個財務安排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雖然就不是我們現在的問卷 這是我的重點 謝謝 我們之所以要做一個問卷調查 就是想反映多些市民對這件事件的看法 因為大家知道 林鄭月娥在特首的宣傳報局裡面 是沒有去嘗試先做諮詢 然後作出一個結論出來的 因為大家知道在土地論壇裡 所說的不是這麼大的填海範圍 只有七百公頃 而它當作宣布是一千七百公頃 是加了這麼大 所以我們覺得是決定民意基礎 然後才做民意調查出來 雖然我們沒有去深入的了解 究竟是背後的因由做了決定出來 但是大家看到那個傾向都很清晰 就是反對的人多 贊成的人相對少 就是說政府在這麼闖複 和這麼大型的工程裡面來說 他不做一個廣泛諮詢 是違背了這個程序公義的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一個影響這麼深遠 不單止整個無論是經濟 特別是環境的影響底下 竟然不做一個廣泛諮詢 而做一個這麼妄斷 這麼魯莽的一個決定出來 我覺得對市民大眾來說 是不公道也不公平 也是對下一代發展來說 確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件 能夠出這個結論出來 就是人數這樣去反對的話 但是政府是很有責任 重新去進行研究和諮詢 否則泥足深陷底下 只能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未來的管治更加艱難 以及未來推行的其他政策 或者其他大型的工程 是更加難上加難的 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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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首林鄭月娥在參選特首的過程中說過 如果她施政和主流民意是相違背的話 她可能就要考慮辭職 在她這次公布第二份的施政報告之後 也有傳媒朋友問她 為什麼不重啟政改 她說重啟政改因為有爭議 她不會選擇坎頭埋牆 但是今天民主派做的這個民調 是證明了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 正是嘗試坎頭埋牆 政治自殺 她會將她施政的很重要的民意基礎 是一筆勾銷 因為民意調查出來的結果很清楚 主流民意無論是在環保角度 無論是在財務 財務考慮 無論是在規劃角度 都並不贊成 我們的政府是選擇在東大宇 做這個1,700公頃的填海人工 所以林鄭月娥要想得清清楚楚 她是不是要願意為她的政府 賠上了這麼高昂的一個代價 大家記不記得曾蔭月娥的年代做特首 是什麼時候開始民望不斷下滑 而一直到卸任的時候都沒有升過 就去實施第二階段的問責制 在特首林鄭月娥 竟然可以在她第二年 第二份的施政報告 推出一個極之令香港人反感反對的 東大於填海人工島 這個實在是不治 以及我們回答所有的建制派 甚至乎是北京政府 香港市民 如果你是支持這個填海人工島 地從何來 怎樣去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土地問題 絕對是有大量的替代方案 民間團體也好 民主派議員也好 無論是中土 無論是會所地 無論是閒置的官地 無論是高爾夫球場 都可以替代方案 絕對不需要做1,700公頃的填海人工島 希望林鄭月娥三思 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在我們這個民意調查之前 其實香港研究協會都做過一個類似的調查 兩個得出的結論其實都是相似的 我想指出的是 即使在這幾個禮拜 政府出盡法寶 上次特首、司長、局長和親建制的媒體 在唱好明日大禮 我們的財委會主席說 倒沙成金 他星期五說 但這些都騙不到市民 市民看得很清楚 主流的意見都是反對 是多於支持 第二個重點就是 先收回高爾夫球場和棕地 是跨年齡、職業、教育水平、性別 一致壓倒性的意見 先收回棕地是65% 高爾夫球場也60%以上 這個林鄭月娥政府是要回應的 不可以說那些難 那些未必便宜得過田海 而很賴皮地輕輕大過 第三個重點就是 大家看看 反對田海裡面的分析 學生是七成以上 七成以上 七十多個百分之的學生是反對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禍言後代 第二 女性的比例是很高的 是55%的女性是反對的 這個跟我們的觀察 在遊行的觀察也很相似 這個跟平時的民主運動的遊行有點不同 相似當年反國教 年輕人和家長都要走出來 很久沒走出來 都要走出來 而這個民調是跟我們觀察吻合的 那林鄭月娥作為一個女性的特首 你要問這群反對的女性 裡面很多是媽媽 他們不想禍言後代 反對很多的學生 這個也不是我們這代人 或者我們上一代人 可以為我們下一代人 為你好 所以就大開庫房 去賭錢下海 可以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根據這個調查的結果 我們當然是呼籲林鄭 我們真的三思之餘先保持 你一定要先擱置 不要急急上馬 雖然我聽財委會那邊的消息人士 就說是有關前期研究撥款 這個東大嶼的人工島撥款 要來立法會 最快都是明年第二季的 那你當中 你真的好好地想一想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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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次的公信 有甚麼事情 曾經宣付這取得 很多不同的重要 temperament 尤其是你 You might have really mention 因為大家再為我們 如果有公信而進行 和公信而進行 what sort of figure we could put in and if we do put in a figure which one right one trillion half a trillion and it would make the question rather loaded and leading in a way but then the findings are quite clear that most Hong Kong people about 70 percent basically would think that there are other means there are other ways including developing brown fields including perhaps getting back a part of or the whole of the Fanling Golf Club Hong Kong people definitely are telling Carrie Lam that she is putting us at the crappy end or maybe the blunt end of the stick and that's not fair to us now you would say there's only barely a 10 perce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yes and no replies 10 percent is a lot in this sense as the man beat with slow beat was saying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is overwhelming publicity effort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so you can see where the trend is and where popular opinion is heading you would say this is going to be a war of popular opinion it would be yes we hope more Hong Kong people will understand the financial aspects as well in due course there's one more question we've had an interesting story and now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are always so we've had knowledge through him the تجل making the rap nous industry I'm Thank you by best 但是她的效果似乎是反效果大一點 而林鄭是很刻意經營地在施政報告之後的記者會 我清楚記得 就已經在那裡很黑笑、硬笑劉德華 我跟她差不多年紀幫我老了一點 又如此者般 他們就很希望以劉德華這個形象的標籤 就可以跟他們吹捧起東大嶼、人公島、田海這回事 但是很明顯來來去去她是未能成功 可能那個反效果是更加大 因為她很明顯是過了火位的 你說我們這次的調查結果是否我們預料的呢 我會真的很驕傲地說 我個人同意說我們委託港大做這個民調的時候 我都說三成和四成的分別就是那十個百分別 真是果然是看到的 我講一句 連劉德華這張王牌都出賣了 其實政府沒有什麼好出的了 根本道理說不到 數計不到 那就不跟你說道理 找個紅星出來去做 出賣個紅星都是出這些數字 我想很清楚香港人是不會被騙到的 你出幾個天王巨星都好 到真的要和言幾代的時候 香港人是知道怎樣選擇的 謝謝大家 好 星期三的特首答問會 我們從來都是自動播的 星期三的特首答問會 我們民主派通常都是自動波的 因為有太多未知的因素 鬥快禁制的嘛 鬥快之餘 由那個主席要考慮 譬如同一個黨的人 他們全部都很快 即使你是快了 他是移你去後面的 讓其他派別的人上來 有太多不明朗的事情 但是很明顯的了 由馬海 馬健 都是姓馬的 到今天我們有民調的數字結果 到昨天說香港人哪一屆 沙頭角 私產被公產 這一類的新聞 我想我們都是主打的議題 我回回兩句這個題目 因為我們剛剛看了法文次數 其實九成的議員都問過一次 雖然沒有誰有優先權 我們都會準備幾題 如果誰能問到 他們就會問 我們都是要求這幾個重要的範疇 好 差不多了 謝謝 謝謝 我一定沒得問 我問了兩次 你沒份 選擇 按照